怎麼可以說我像包子呢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我的手術 其實有一堆人回我的心動說我像包子 我哪裡像包子 請問我像包子啊 各位 我已經腫起來了 我更像一個包子了 包子饅頭 手術最新潮流 出來吧 我知道你們現在對我說的手術非常的有興趣 但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因為我今天才剛術後完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網上分享 因為聽說明天才是最痛的 所以明天就看我的狀況再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做的這個手術呢 是我今年的大企劃啦 秘密已經爆荒了 最後再跟你們巍巍到來 這個手術到底是幹嘛的 反正我不是消毒好不好 就只是弄雙下巴 怎麼可以說我像包子呢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我的手術 幾乎有一堆人回我的心動說我像包子 我哪裡像包子 請問我有像包子嗎 各位 我已經腫起來了 我更像一個包子了 包子饅頭 包子饅頭 來啦 妳剛好說妳尿自禁嗎 對我手術當下 因為麻藥我的關係 我第一次醒來的時候去上廁所 然後湯宇才跟我說我第一次醒來的時候去廁所的時候 我內褲脫下來我就直接開始尿了 地上馬桶全部都是我的尿 然後湯宇把我扶著做好之後 我這邊將尿的時候湯正在我的下面幫我擦地 擦妳的尿 擦我的尿 好偉大喔 然後我把身體啊尿汁都擦乾淨 還沒結婚就在餵我八十把尿了 太偉大了吧 簡直在照顧女兒嘛 大家一定都最想知道的就是關於榮乳的價格 我跟大家說我做的是香蟹樓滴 因為樓滴其實是在國外盛行很久的手術 那只是近幾年才進到台灣 價格是不含體乳手術跟羞乳暈 單純做樓滴然後含全身麻醉的話 是二十六萬到三十萬之間 然後因為我包含體乳手術跟羞乳暈 所以我總共做起來大概快四十萬 然後放入大小 我放入大小是兩百八十cc 原本醫生說可以放三百三 因為我生過小孩所以我胸部有撐很大 所以我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放假體 但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的需求是挺不是大 所以我覺得我不需要追求大 你的整個容物的修復期大概是多久 然後你胸部大概痛了多久 我第十一天的時候去拆線 第十一天去拆線當晚 我就去iCon放歌 然後在那邊這樣 在那邊跳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會稍微有一點小感覺 晃動的時候會有一點痛一下 但是你說要完全無感的話應該是一個月 一個月後我其實就完全沒有感覺 但是因為神經還沒有完全修復 神經修復其實要大概三個月左右 所以我神經有時候會丟一下 就可能一天丟個一兩次 不影響生活 就我速後當天打麻將嘛 你速後當天打麻將 對啊我速後當天在家打麻將 我開始沒有辦法喘氣 然後開始很痛很不舒服 我痛到我要爬起身 我是起不來的 你剛好說你尿自禁嘛 對我手術當下 因為麻藥的關係 我第一次醒來的時候去上廁所 然後湯宇才跟我說 我第一次醒來的時候去廁所的時候 我內褲脫下來我就直接開始尿了 地上馬桶全部都是我的尿 然後湯宇把我扶著做好之後 我這邊這樣尿的時候 湯宇正在我的下面幫我擦地 擦你的尿 擦我的尿 好偉大喔 然後我把身體啊 尿汁都擦乾淨 還沒結婚就在餵我發射把尿了 太偉大了 簡直是在照顧女兒嘛 對 術後照顧建議 我建議大家術後前兩週還沒有拆線之前 因為是不能洗澡的 我是做乳暈切口 所以我的傷口在這兒 他洗澡 你一定會碰到水 我只能用擦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傷口是在腋下的話 你是可以洗澡的 因為你只要不要碰到腋下的傷口就好了 但是因為傷口在腋下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等於胸部痛 下面這個傷口也會痛 當然建議大家做完手術還是乖乖的好不好 能躺就躺 能坐就坐 然後不要讚 接下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熔乳後能不能懷孕呢 熔乳是不影響懷孕的 大家都會覺得說生完小孩之後再去做 因為你如果熔乳後又去生小孩的話 那你胸部是不是又會再經歷一次 脹奶然後再退奶 胸部又會再經歷一次下水 那為什麼不一次生完再去做到好 但是因為我的醫生跟我說 如果不親胃的話 然後有在照顧 有在乖乖穿內衣什麼的話 是沒有影響這麼大的 那因為親胃這個問題呢 在做之前已經跟我的老公 以及老公的媽媽都討論過了 那他們兩個人是完全同意我做這件事情 他們都很願意尊重我啦 那如果沒生過小孩就可以熔乳 沒生過小孩也可以熔乳 只是通常醫生真的會比較建議 生完小孩就會熔乳 原因是什麼 生小孩胸部是一定會變大 乳房空間就會變長大 那之後再退奶之後 胸部變小 但不代表你乳房空間變小 為什麼胸部會下垂 就是因為你曾經有成功這麼大過 那變小了 他是不是就皺巴巴的 朗朗的 我懂啦 就如果你沒生過小孩 你可能胸部已經是很飽滿了 就沒有空間可以放 對 所以為什麼建議大家生完小孩再去做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覺得你胸頸部美麗的話 我也推薦你現在就去做 那一條一條衣 벽 你別在哪裡 你應該不太吃他的